首先羅琪來香港帶出了一些觀點 我們特區政府 由財政司和他討論這個話題 其實這個是非常好的 是對香港的前景 我們說這個process 就是證俠羅琪 她說的the power of debate 也都是黃衣漸今年年頭 說我們應該制定香港的經濟前景 要來一個大辯論 因為在2019運動發生到現在五年 仍然是迷失了方向 口號式的 大家都叫完了 但是眼見 比如黃衣漸眼見到你說的那些 全部是夜繽紛 推局一些人出來消費 完全都不是一個經濟政策來的 大家在那裡唱大戲 大家在那裡拍手掌 所以羅琪這次又再到來 當然有孤人在後面去安排 他來到的時候 所以他未曾發表任何言論之前 他都在文章裡面說他想帶出的就是辯論的重要性 好了 現在你肯和他辯論 這個是最好的地方 現在我們進入 開始辯論了 你不要看死我們香港了 因為香港後面有一個強大的中國 而這個中國如果對它的增長率 它不是佔三分之一的世界 它只不過是GDP的增長 這個數字出來是等於全世界那個數字的增長的三分之三成左右 我們香港一定會為及的 這個增長 第一 過去這麼多年 我們都很少去挑戰這個增長率的 因為後來世界工廠開始色微了 開始那些人懷疑那些增長 那個GDP報出來的增長是有水分的 第二 就是這個增長呢 是一路過去 由2001年開始 頭那幾年之後就一路倒跌了 就是由雙位數字倒跌到現在呢 單位數字的只有5% 當我們初初 0405加入WTO的中國 是兩位數字增長的時候 我們都有香港5、6%增長 永遠都是它 大約一半它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香港 如果它只有5% 我們香港增長就只有2.5 是吧 那已經是很細微的了 再加上我們現在政府和經濟的氛圍 你就會看到 你不擔心就假了 是吧 它用一個大廊去回答這個話題呢 不是不對的 不過呢 我是一個在香港住了63年的人 那這個63年我是從事金融業的 那所以呢 我作為這個掌握 我們在這裡生活的基層的信息呢 我又試一下 看看 啊 我們基層看到的經濟不是這樣啊 是怎樣啊 那你也都是一樣有數據出來的 啊 我們的營商環境在5月呢 告紙都有了 所有的Purchasing Manager 即是說在前線那些 的PMI出來 他們那些採購經理指數呢 是連續四個月下跌喔 那還要呢 四月就已經差不多在榮富線之上 現在呢 就跌了5月呢 跌了到榮富線之下的 49.2喔 接著呢 你會看到是什麽令到它會跌呢 就是出口的悲觀 接著還有呢 那些新訂單跌 再加上呢 就是最大10月以來呢 那個需求 PMI裡面的分類呢 就說是最低的 然後那些企業呢 開始不搶人了 有些呢 還是減人了 那這些才是呢 讓我們基層市民呢 看到的經濟是一直在收縮的嘛 那就最明顯反映在那些什麼零售百貨業啊 那些數字全部縮的 是吧 那這些才是我們說 你不要只說用這些大數字 我看不到經濟在今年會好 包括在內地 是吧 第二點 政府呢 透過陳牧波說 他說 大家最容易看到的數據就是 從回歸的97年那個市值 是吧 就是香港的市值 到現在呢 增長了10倍這樣 那關你香港什麼事呢 第一 你就已經看倒後鏡的了 由97年到現在 就是當你26年吧 這26年 說增長10倍到33萬億 那你33萬億 你隨意7.8億 就是5萬億都沒有啦 美金 是吧 那你如果5萬億都沒有 你去看看美國 美國那個市值是 美金是50萬億的 那你 重要呢 你關你香港什麼事呢 你香港自己的那些東西 在市值裡面呢 大約只是佔10% 佔20% 其他的都是大陸的東西來的嘛 那就是說 你香港是只不過 用這些數字呢 去說 我去做人家的生意 做人家的生意呢 就是 你的那些公司來香港上市的那些 公司佔了七八成 是吧 只不過你在這裡交易而已 不是帶動你的經濟發展 是吧 只不過那個市值是在別人那裡 比如在天津啊 在北京啊 在上海啊 在廣州啊 那些生意來的 在那裡是為及那邊的人民生活而已 不過在你這裡做交收交易而已 就是公司的股東 是吧 就是轉手 好啦 你說那個韓國業 是因為你那個股票興旺呢 而帶出的 喂 討論著的呢 就是接下來要怎麼做 你不是去看倒後鏡來跟我說過 經濟怎麼做 是吧 那更何況我們看 前景的就是 全部我們在這裡的生活者來看 你動一下有些什麼大 event 那你就去人家的店鋪門口 列隊去查身份證 那些市民就把你放掉了 那就更加不出去花錢 那如果你是本地的經濟 你起碼要那些市民開心心出街花錢 那個頭你又說呢 貼錢叫人下來旅行 那個頭呢 這麼多在這裡住在這裡吃 在這裡用的人 你就不鼓勵他們出街 是吧 那你動一些呢 就喊打喊殺了 就是想回我們小時候 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嘛 就是老爸動一些呢 就拿一條塵條出來 拿個棍子出來吐你 那麼我們呢 不夠他打的時候 就躲在床下底 躲在床下底 是吧 躲在床下底 是死都不出來的啦 吃飯都不出來的啦 那你這樣就解決不了問題 是吧 那麼你就更加你家床屋下底 陳茂波說到第三樣東西的數據呢 就是講二十三條 還有講《港版國安法》 那麼我們很同情他的 因為你作為一個政府主要的官員呢 你一定要死撐到底 所以你死撐到底就是永遠都是講 現在市面很平靜 那你的平靜和很穩定是什麼呢 只不過是沒有人示威而已 沒有遊行而已 那麼不要說以前的幾十年來 所有示威都是和平進行啦 是吧 那麼為什麼以前有和平進行的時候呢 那些門口是大做生意呢 經過的地方 那為什麼現在反而呢 那些經過的那些地方 成條圈尼斯道呢 死席一片呢 沒有示威 死席一片呢 那麼要反思啦 是吧 這些都是辯論的重點啦 那至於他引述到 他的調查的商會的會員呢 他們會支持香港的法治制度啦 那麼你問這個問題 你叫別人的會員怎麼填呢 白紙黑字的 你知道在哪裡收回來的 我們小時候在家裡 老到拿一支棍子出來吐我們 我們第一句就是 我不敢了 不敢了 下次不敢了 這樣才行的嘛 是吧 那麼簡單而已 那麼你信以為真 是不是 那麼你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人家是用腳去投票的嘛 白口說給你 你香港繼續繁榮安定 非常之好 那邊就跑去日本旅行 是吧 那邊就跑去泰國旅行 那邊就跑去上北去消費 那是什麼意思呢 是吧 就是跟你們那一套啦 將來講話的時候 因為你當然好啦 固定出糧四十幾萬一個月 是吧 當然好的 現在不用你做 是吧 天天天在這裡 只是掃手指都可以啦 因為都沒有東西做 沒有任何的人提出任何新意見給你去想 批不批啊 所以你不是覺得很繁榮安定啦 就是沒有人來挑戰你 是吧 如果你真是一個經濟繁榮的 你作為財政司的下面的部門 你每天都會頭痛 因為那些商界會帶動你 想很多東西是你沒有做過的 這個東西做不做得啊 那樣東西做不做得啊 安定來做什麼呢 這個安定 只不過是整個水面是平靜的嘛 但是都沒有鴨油過 沒有魚油過 那就平靜了 就等於你現在說覺得很平靜啊 沒有事情發生了 因為那些商界各個呢 有新意見的那些都走了去 那斯特克 都走了去台灣咯 或者走了去東南的其他地方去做咯 然後給一些新的題目 啊 這樣做得不可以 這樣做得不可以 啊 你幫我想一下啦 那些官員 人家就忙到抽筋了 你問星加坡的官員多忙 是吧 那你當然是太空了 你這樣去理解他 就會明白他 為什麼他會在一個大辯論裡面 講他那一套咯 是吧 那至於你說和其 他講得很對的 有了你這一套東西之後 那整個香港呢 那個一國兩制就變了呢 更近你們那個有中國特色的一國兩制 那麼他也都講到 如果你是這樣走都不要緊的 你不就繼續用有特色的中國一國兩制 不過講出來 講清楚 法治是怎麼樣 新聞是怎麼樣 體制 工商百業是怎麼樣 講出來應該是怎麼樣跟你配合 那麼你列出來呢 那人家的商家就會呢 是這樣的嘛 那我們是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嘛 狠一些嘛 就不是《中英聯合聲明》 五十年不變的那一隻嘛 那人家就會知道呢 怎麼配合跟你做生意 是吧 因為為什麼呢 你寫出來就可以了 如果你說像上海 像天津 像深圳 還是湖南湖北 你看回這些省 是吧 一樣有生意做的 一樣是做回他們當地的那些生意的 那你香港 究竟是找誰來恥呢 你說恥恥呢 英國 美國那個五十年不變呢 現在是恥恥你上海 就用恥上海來做 他的目的都是說 你寫出來啦 不要 就是說沒有交代 說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你有空又說去英美招商 那個頭又說這裡很危險 還要叫那些立法局議員 說這裡很危險的 那你是不是因為要撥款 就叫他告訴他很危險呢 因為你的老闆說嘛 你的老闆說 哇 這裡還很危險啊 我們不可以放鬆了 那頭你招商那些人說 既然你老闆說這裡很危險 那你就走過來 去歐美叫我過來 那是不是就是 完全是自相矛盾啦 所以羅琪就提出這件事 你自己搞定 你自己政府應該是怎樣 你寫下來 是吧 那就可以給別人 商界的人 或者全世界的投資者說 哦 如果我投資得上海 我也投資得香港的 因為他會像上海 那樣 那樣我就會來了 是吧